上次的容易草莓800克 今天这个怎么也得1600克 先调一个底下好的 防晒一小时把籽取下来 泡在水里 草莓地撒上糖霜 风干备用 草莓切丁加入白糖 翻拌均匀 防晒把瓷膜放进冰箱冷藏一碗 过滤出草莓糖浆 剩下草莓也不要浪费 加入柠檬汁 好煮出全部的汁水 再一次过筛 滤掉果渣 剩下果浆 趁热放入吉利丁 搅拌均匀后倒入模具 放入冰箱冷冻凝固 最里面的那层 果肉夹心就做好啦 接着我们来做第二层 奶油芝士 加入奶油 酸奶 还有柠檬汁 还记得前面草莓糖浆吗 加入点吉利丁隔水融化 和芝士一起搅打着顺滑无颗粒 装进裱花袋里 模具里先挤上一半 放入之前冻好的夹心 再挤上另外一半 摔打一下 挣出气泡放入冰箱冷冻 接着是第三层 草莓加糖加水 这里要注意水不要太多 这一次过筛的时候超崩溃 我前面花一个小时去紫 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一屋吉利丁一定要多加一点 倒入杯子里 把冻好的夹心黄黄地放入草莓这里 直到它完美均匀地过上 这一步真的超止于 接着就是组装缓解 把栽下的草莓籽一个个放回去 Q弹的草莓则篱下 包裹的是丝滑的草莓芝士 还有浓郁的草莓夹心 快来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多多多多多分